大家好,我是馬高 今集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做舊化的技巧 一來就看到我有一隻MG的急墓2.0 我有半邊的組件都已經做了舊化 例如這個是做了舊化,這個是未做的 噴了陰影 讓大家看看是否分別 用一圈 這樣你就會看到一些一點點的黑色 先拿鉗 例如這些位置 角的邊位 這個位置就是爛了 我會看看這些一點點是怎樣做的 我先說一下今次要用到什麼 那我就會用一隻淺灰色的AV友 或者深灰色的AV友 另外呢,你需要一枝很幼細的畫筆 可以知道彎彎的 然後化妝棉就開始了 那首先呢,我會做一些深灰色的部分 那我不用擠太多了 然後只要畫筆呢,就用一點水 濕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呢,就用一張紙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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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在筆尖的位置就虧一點 那其實點下去就只是隨意點的 那盡量呢,就在... 那它就是它的左腳 那它左邊應該... 欸... 夠快的程度會嚴重一點 那首先我點紅色的位置先 那我做一個舊化之前呢 我... 很久之前已經做了一些... 戰... 戰損的痕痕 即是輕微那種 那我現在盡量跟這些位置呢 就放黑色下去 那筆尖下去的時候呢 就... 就... 45度左右 至... 完全打動 那... 剛才我說過的角位應該比較嚴重 那現在在... 那邊的角位 就... 上下顏色 那這個位呢 就... 甚至可以... 油... 油了去也可以 那個角的位 其實... 舊化的東西真的很脆弱 只要... 比較自然就可以了 那... 那... 油的時候呢 最好就有其他手指是托著件件 那... 那... 手就比較穩定 那... 其實... 這條邊位呢 基本上都是... 刮掉了油的 因為... 碰地嘛 那... 那... 隨意在這裏 撞下去 另外啦 甲和甲之間這個位呢 都會比較多磨損的 所以我們可以... 這個位都是... 那... 又大大一點 這個位也是啦 那... 腳底的位置 我不做 給大家看著 那我們開始 做旁邊的位置 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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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voix�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致上 cloggeds 拜託 這集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下集再見 拜拜